春秋鼎盛 轮源投顾109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0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春秋鼎盛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轮源投顾的首席分析师王春胜老师 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昨天晚上美股市开低走高 尤其是费半大涨了4.9个百分点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最终大涨了622点 指数说在21653 成交量是3080亿 请教一下春胜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昨天是不是在节目中有跟大家讲 昨天的数据很重要 嗯对CPI CPI对不对 CPI的全名叫做 消费者物价指数啊 美国8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数据出来了年增2.5% 预期呢是2.6% 比预期的还要低 而且比上一个月7月份 2.9%大幅下降啊 所以啊通货他的增速的部分啊 创下三年半以来的新低啊 那最主要是因为受到什么 汽油价格的影响啊 老师昨天在节目中 是有跟大家讲 欧佩对今年跟明年啊 石油的需求 是不是预期又往下了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看嘛石油跌了 汽油下价格是不是也跌了 然后你看反映到CPI 就跌了嘛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核心的CPI的部分啊 年增啊3.2% 符合市场预期啊 跟上一次是一样啊 但是月增的部分啊 大家会认为说 哎他超出预期啊0.3%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 你看年增的部分跟去年比 如果你跟 每一次都跟上个月来比的话 会有时候会自己下自己啊 因为有季节的关系啊 譬如说休假多一点 或者是有节庆 对不对 都会有影响的啊 那好现在啊 通膨开始降速了 啊 离联准会的目标 2%是不是又越来越近了 是 所以啊市场 本来都在猜1码或2码 对不对 那现在几乎就是 笃定了啦 就是1码啦 是 那我们看Fed Watch的部分 降1码的几率啊 现在高达85% 啊那2码的部分 15%啊 为什么 因为今天晚上 还有另外一个 通膨数据要公告啊 就是 生产者消费指数啊 啊生产者的指数啊 物价指数的部分啊 PPI 的部分啊 他相信啊啊 还会是符合市场预期的啊 那另外的部分的话 昨天啊 辉达NVIDIA 还有CEO 执行长啊 黄仁勋啊 在高盛 举办的科技论坛上面啊 要表示什么 新一代的Blackware晶片啊 需求的非常强劲啊 所以带动整个NVIDIA 股价大涨 哦 大涨8% 那所以你看嘛 费办昨天为什么 可以涨那么多 涨4.9% 将近5% 对不对 那斯达克呢 涨了2%多 你就知道了 科技类股今天是非常强劲的嘛 好 影响最 台湾最大的是不是 科技类股 是 所以今天啊 台积电啊 台积电 又很重要 对不对 那他今天刚好又出息 4块钱 嗯 以前都是发3.5块 对不对 对 那这一次是第一次发4块钱 而且除息 一开盘 又秒天息了 嗯 再度上演了啊 那台积电今天啊 开高走高 大涨43块 啊 涨了将近5个百分点 收在940块啊 那 台积电啊 贡献今天622点的涨点 对不对 嗯 贡献了328点 那扣除他之外的话 大盘还是涨了294点 所以今天的涨幅啊 非常有感 为什么 因为涨停的加速 28间啊 没有任何加跌停啊 上涨加速1700多加 跌了才400多加 所以今天涨的非常有感 特别是 在中小型股的部分啊 OTC指数啊 涨了5.1% 涨了多少 将近两个百分点啊 所以大家 有没有看到 他的成交量 又放大了1212亿 那大盘的部分呢 昨天老师是不是讲啊 凹动量出现了 因为2300多亿嘛 对不对 那今天已经增回多少 3080亿了啊 又该回来了 所以凹动量之后 一补量啊 就来就冲了 但是最重要的是 会不会上演 一日烟火秀啊 是 还是WD 也准备又要开始冲了 是 大家要特别留意啊 嗯 就是说后面的利多消息 会不会持续的发酵 那另外 老师也要跟大家提醒了 八大关股航库啊 还在买啊 昨天还继续在买啊 所以 这16天以来 一共买超过多少 517亿啊 所以大家可以非常清楚 关股这一次看不见的时候 希望指数往下吗 一点都不希望啦 他希望在这边慢慢的震 都最好能够往上拉嘛 对不对 好 那今天 全职股就非常重要了 除了台积电大涨之外呢 鸿海呢 今天大涨8块钱 涨了4.72% 收在177.5块 成交量 昨天是不是说的很厉害 2.9万张 今天增到5.2万张了 那联发科的部分呢 大涨45块 涨了4% 一样 他是要往月线去迈进的 那台股今年啊 老师再提醒一下 涨了3,722点 起两下 如果你从年初到现在 9月 都快9月中了 你能贵 贵过3分之一了嘛 对不对 是 如果你还从年初啊 18,000点 还在认为说 指数太高的话 那现在 21,000多点 你一定是进不了场嘛 对不对 不要说之前24,000点嘛 对不对 你就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然后你就看了这个行情 你就这样子一直过去了 对 好那接下来 美国抗蓬蓬有停滞吗 没有停滞还是持续在往下啦 所以短期的数字啊 有时候会误解大家 那另外 昨天我们 台股为什么会亮说 出现凹洞量 为什么 就是因为 盘忠 老师昨天盘忠讲嘛 刚好他9点开始 电视辩论啊 川普 川普跟 何景丽的部分嘛 对不对 但是啊 昨天啊 他们有很多的政策部分 只是又是在口水战啊 实际上 事实上对台股 就没有比较影响了 所以大家 从头看烙尾 时间就过了 也就收盘了 所以量人都没有出来嘛 但是我们来看台积电的部分啦 台积电啊 今天啊 除息4块 大盘蒸发32点 对不对 如果你要把它加回去 有没有 大盘今天要涨多少 你就想一下嘛 600几点嘛 对不对 再往上加32点 非常清楚嘛 老师还是要跟大家提醒 投资三个重要概念 为什么这些全资股 都今天率先走涨 第一个 股价是反应公司未来的前景 国家会说 好的公司才有好的国家 你先回想一下 8月初 台积电 跌厅板 对不对 红海打到跌厅板 是不是酝酿 底部就出来了 因为大家全部恐慌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好的股票是不是 就是一开始就会反弹起来 对不对 那你看 大盘已经连续的盘整非常久了 大家都已经磨到没有信心了 可是你看 今天全资股 这三档 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这三档权重最重的 是不是率先反应了 把大盘拉起来 那接下来才是换中小型股嘛 好 第二个 财务数字就是印证方向 经营成果要有获利 公司的营运方针才是对的 如果公司没有获利的话 那经营的结果要怎么办 要方针要去修正 这些经营高层要去把 营运的方针去修正 直到公司赚钱为止 那接下来也是很重要的 筹码的变化是决定涨势的久远 千张大户的筹码是决定 股票什么时候要涨 什么时候要跌 所以我们选股的逻辑 非常简单的来讲 就是第一个我们先看财报数字 如果公司一直亏钱一直亏钱 桂花你敢买吗 不敢 对吧 如果他一直亏钱有转机 那还可以试一下 对不对 可是如果又没有转机呢 老师跟你讲 在这里你就完全给他放弃掉 不要去看这一档 上市加上柜将近两千档 你不用一直单独 一直看这只花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筹码集中度 看谁 大股东 董监事 高阶主管 内部人 这些啊 对公司的经营一线 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啊 公司的成败都是由他们来掌控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们对公司的未来 如果看好的话 会乱卖股票吗 不会 不会嘛 啊 如果有机会 认股 会不会认 嗯 会嘛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再从这里面 跳出千张大户索码股 这样一来 我们赚钱的机会 是不是就大幅提升了呢 是的 想要稳稳的赚呢 一定要跟着我们春胜老师哦 我们春胜老师是专门从财报 还有筹码集中度去挑选标股 让我们今天在盘中呢 这个鸿海有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地方吗 请教一下老师 这两天老师一直在跟大家讲 对不对 鸿海你是买它的价值 对不对 是 哦 所以你看嘛 鸿海的 净值多少 一百十块啦 嗯 啊现在我们打下来 啊 你有机会在买吗 嗯 对不对 今天去 今天就涨八块给你看了嘛 对不对 一下子就拉上来了 嗯 好 我们先看一下啊 鸿海的部分啊 今年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本益比多少就好了 以目前来看 本益比大概 十六倍左右 是 包括今天涨上来的部分啊 啊 你就算一下嘛 大摩的目标价 270块 最乐观的情境呢 用明年25倍的本益比去算 哦 所以 现在本益比我们才16倍而已哦 它是用25倍去算的哦 所以是上看多少 378块啊 哇 它的目标有改吗 没有 没有改 鸿海这一波跌下来 它完全没有改 嗯 好 那鸿海的部分呢 我们这一部分怎么操作呢 嗯 我们从4月16 137到139之间啊 勇敢的给它买下去 平均成本138块 参加了7月2号的除息 5.4块 对不对 你看成本价值多少 133块 高点在哪里 7月9号234.5块啊 它有填洗又继续创高啊 你看 一张的价差 你就差了101块 当时你一张是否贪了10万块啊 嗯 10张就贪了100万人嘛 对不对 啊 所以这一段 我们赚了七成多 那我们中间有没有加码 有啊 5月2号 5月20 5月30 6月5号 6月20 分批的去加码啊 但是股价是不是一直在放高 我们都会把它调节啊 卖掉的部分啊 卖在最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7月9号刚好 那一天也是最高点 我们没有卖在最高啊 我们卖在229到230之间 所以这一波拉回 我们会有没有子弹 继续吧 有 对 所以啊大家 你如果想要操作红海的部分 赶快跟上我来操作 好的 谢谢老师 现阶段选股才是重点哦 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未来的红海呢 价值还是很明确的 所以想要领先卡位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春生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今天我们还有这一份 月圆前团圆 千张大户索马标股的 完整供略要赠送给所有听众朋友 今天是索取的最后一天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索取 进一步内容 可以留意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想要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索取 我们月圆 前团圆 千张大户索马标股的 完整攻略 今天是索取的最后一天 赶快把握机会 02 7725 1377 02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春生老师已经帮你 挑出了9月份 币涨标股 赶快把握机会 来电索取 02 7725 1377 02 7725 1377 另外也欢迎你 直接在线上 免费来做索取 LINE的ID是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Telegram账号是小老鼠小写的A027725 1377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轮延投过的首席分析师 王春胜老师 个股是轮动轮涨 但是选对股票 更对老师才是最关键的哦 那么接下来洪海呢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请教一下老师 洪海老师 简单补充一下哦 大家先看一下 他8月营收到底好不好 8月营收啊 5483亿啊 跟去年4128亿成长多少 将近33% 所以是不是大幅的成长 好1到8月 3.99兆的营收 跟去年3.65兆 增加了3000多亿 成长的将近一成了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还觉得他不好 那你就完蛋了 因为你从现在开始看 未来基期是不是一直在往上垫 因为营收数字 获利数字一直往上堆加上去嘛 你从未来看到现在 现在基期低还是低期高 非常清楚嘛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 到9月6号为止 400兆元商的啊 大户啊 占他股本多少 7成啊 7成 所以你看 大户有在刺吗 绝对有在刺嘛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 老师是不是要跟你讲 为什么刚刚在讲他的本益比 还不到16倍 那大盘现在都已经21 22倍了 那 他的估值有没有偏低 相对来讲就是偏低嘛 你看 刚刚讲了嘛 大摩预估他明年本益比 把他算25倍的话 300多块嘛 对不对 所以他只是回复而已嘛 那现在呢 大家都认为说 GP200 到第四季才开始出货 但是大家特别想 GP200的部分 有没有被砍单 完全没有被砍单 而且现在在出的 下半年在出的 H系列的AI伺服器的部分 是不是持续畅旺 而且订单还远远不绝的一直在进来 还在增加 所以黄仁勋他也讲了嘛 对不对 H系列继续卖 产品生命周期变长了 那GP200的部分呢 他Blackware的晶片呢 非常需求非常强劲 所以未来你就看吧 明年 GP200是不是大出货 但是你要特别留意 鸿海的营收会不会在网上增加 会 因为GP200的部分 他的AI伺服器 他是整个机柜 整个机柜在卖的 NVL36 一个机柜卖180万美金 NVL72的部分 一个机柜卖300万美金 所以你已经可以想到了 鸿海的营收 是不是会在准备在网上冲 好那利润从哪里来 利润就是从他的零组件来 因为他还有什么 GPU的模组 机板 交换器 那交换器啊 还比他AI伺服器 的量还增加7倍 那AI伺服器的系统 机柜 异能系统的部分 全部他都有 所以他不用再跟别人买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来看到 这一波除了AI伺服器之外 前几天 是不是苹果已经发布了S6了 那你是不是在拉货 而且这一次你看 I16的部分 苹果要供应链 备货多一层 比去年还要多一层 对不对 那IDC也预估啊 今年I16的出货量 会达到多少 9千万之到1亿之 所以这些都是 他第三季的好题材 然后大家要特别注意 这一波杀下来 很多人一定弄起来 而认为他不好 事实上他在这边慢慢的阻底 蹲的越久 到时候就跳的越高给你看 那我们今天有哪一档股票涨停板 是哪一档 好像都忘了讲 对 对 花星光啦 是 矽光概念的 花星光的部分 今天 强势攻涨停嘛 对不对 所在涨停板 129块 哇 那我们看一下 他的基本的资料的部分的话 我们看一下 去年营收 大概在30亿左右 成长了124% 毛利率19.41 EPS 3.34块 增加了63% 那今年第一季 有没有比较好 第一季营收6.6亿 成长35% 第二季 营收来到8亿 成长39% 还在成长 那毛利率的部分 今年第一季 掉了一点到18.09 但是第二季 很快就回升到多少 19.82 那EPS的部分 我们看 第一季的话 赚0.74 增加了146% 第二季呢 赚了0.99% 0.99 有没有比低季还高 有对不对 而且跟去年比起来 还成长6成 好那接下来 我们看 7月份营收3亿 跟去年比起来 成长9% 8月份3.2亿 成长5% 是不是都还是在成长 那为什么他 成长幅度 他一直变小了 去年基期比较低嘛 对不对 但是慢慢的 墊高之后 成长幅度就开始变小了 好那接下来 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就是千张大户 对不对 对 好我们先看大户 从买部分到9月6号 400张以上的大户 占4成左右 那从8月16到9月6号 千张大户买了多少 买了2.19%的股本 散户呢 同步在买1.72% 但是我们要看谁 看大户嘛 对不对 只要大户一买 就会往上 所以今天 亮灯涨停板 也是非常正常的嘛 好 另外一档的部分 老师要提醒你啊 我们之前有讲到了 新的COAX概念 8039的台虹 今天分盘交易的最后一天 我们从他还没分盘交易之前 就一直跟大家讲了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一档股票 波段获利最高 已经26%了 今天涨了多少 4.9块涨了7.7% 对吧 那我们来看 基本资料的部分 去年 82亿的营收掉了7% 毛利率22%左右 美股英语 大概赚了2块钱 掉了4成 完全不好 那第一季呢 第一季营收20亿 成长41% 第二季 29亿成长39% 7月份10亿 继续给你成长27% 是 那是不是很好 那8月份呢 9.6亿 继续成长15% 所以你会发现吧 他运动了 越来越强 之前是衰退了嘛 那之后就开始往上成长 那毛利率有没有继续成长 第二季的部分 25.29% 是不是又叫第一季 又增加了2% 所以你看 第二季的EPS 1.27块 成长多少 一倍啊 那去年 基期比较低的 第一季 还是小亏 所以他第一季 赚了0.63块 已经由亏转盈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季加第二季 那另外的话 最近股价比较波动 7月份 他的字节报表出来 7月份赚了0.49块 好 加起来 1到7月 你把它加一加 那你赚的钱 已经超过2023年的 2块钱的EPS了 所以你看 未来的 5.6.7.8 不管 跟正 未来的 8.9.10.11.12 是不是 获利再往上加上去的话 就是成长力道越大 嗯对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 9月6号 大户的部分 400张以上的 占股本多少 6成 这个数字 还在往上增加 好 那我们看 8月9号到9月6号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千张大户在干嘛 还在买 买0.75%的股本 散户呢 最近也跟着进来买了 买了0.34% 那你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越来越好 你只要看大户的筹码 就对了 好 那另外 我们送的资料里面 昨天有一档 涨了10块钱 对不对 是 今天继续给你涨4块钱 哇 是 好 那另外一档 老师在这边 先让他知道 嗯 股票名字好了 好 2303的联店 是 是 我们先大概讲一下 那筹码的部分 近一个月增加了 股本 大概大户千张增加了2% 那散户呢 减少大概1%左右 那大家现在在想 第四季 应该是说下半年 就是他的旺季 就开始了 那今天呢 有没有持续上涨 有 有啊 继续涨啊 对不对 而且现在算是比较低价 50多块而已 你看很多股价 都已经翻倍在涨了 他还没开始涨 所以啊 你要拿到其他的股票部分 啊 这份资料就非常重要了 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索取哦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要恭喜春盛老师的会员 今天滑星光呢 是亮灯涨停 还有我们的台虹呢 波段是大涨了26% 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我们现阶段 一定要跟对老师 买堆股票 今天是我们这一份 月圆前团圆 千张大户索码标股 完整攻略的最后一天 让你来电索取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 进一步内容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轮延投顾的王春盛老师 谢谢桂花 祝各位听众操作顺利 拜拜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现阶段选股才是重点哦 因为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春盛老师已经帮你挑出了 9月份必涨标股 也就是低基期大户任养 估值偏低的千张大户索码标股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反败为胜 赶快把握机会来电索取这一份 月圆前团圆千张大户索码标股的完整攻略 今天是我们索取的最后一天 赶快把握机会 02-7725-1377 02-7725-1377 航骑士部等人的赶快把握机会来跟上 02-7725-1377 02-7725-1377 另外也欢迎你直接加入春盛老师的Lite 以及Telegram账号 直接在线上免费来做索取 Lite的ID是小老鼠小写的A1377 小老鼠小写的A1377 Telegram账号是小老鼠小写的A02 7725-1377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MING PAO TORONTO